Om A Rābhājā Nā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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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自家牟尼佛 顶礼文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德素者 愿吉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第一个 所有一切有为法 也分色等知无云 他这里从颂词上面第一个问题 我在前面的颂词方讲 现在下面的讲也还没有讲 因此你们每天第一个翻开法本的时候 根据前面的颂词上面来理解 这样可能好一点 然后我们前面的颂词 大概做一个简单的略说以后 再翻讲罗特王波的讲义 因为讲义上面给大家过传承可能好一点 但是我先第一个讲颂词上面的道理 第一品里面的分别解里面 所有一切有为法 也分色等知无云 那么所有的有为法分为色 相性 事等分为无云 他整理一切有为法 有为法大家应该清楚 所谓的什么叫有为法呢 有为法它是造作 也可以说造作的意思 那么从翻语当中 善扎达 善执达 翻语按照印度语言 善执达的意思 善 集聚的意思 执达它是所作 集聚所作 意思什么呢 任何一个法它是因缘聚合的 既然是因缘聚合的话 它全部是无常的 它有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有为法有为法 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附近当中 经常遇到有为法和无为法 但真正具体地说起来的话 很多人可能到底有为法 它有哪些法包括的 这些道理不一定懂得 因为那个俱舍它有一个特点 它对任何一个法的名词 概念 还有它的分类 定义等等 这些都讲得一清二楚 因此为什么叫对法呢 对法就是像我们的心真正是对向佛法 也就是说心真正是融入佛法 现前佛法的意思在里面 因此它这里我们现在居士 如果大家都闻思得很不错的话 以后凡事佛法方面有关名词的话 显宗里面的有关名词的话 我想大家肯定不会陌生的 它这里所有的这些有为法 它这里有为法一般我们 从赞文的角度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有为法呢 它积聚而作也有这种意思 意思就是因缘聚合以后才产生的 那么世间上任何一个法它是独立的 它是自然而产生的 这样的法没有的 所以这些法全部是因缘而存在的 因缘而生 因缘而住 因缘而毁灭 最后也是它是有这种性质的 因此它我们世间上所有的有为法 都发现是什么呢 有为法实际上它也可以分 分什么呢 色等乌云 它这里无云为什么叫色呢 色它这里不清净的无云的意思 如果仅仅说无云的话 因为无云里面还有智慧 灯瓦等等 无漏的无云 所以它这里说有漏的无云 然而它这个义子里面已经包括了 不仅是前面所讲的无为法分三种 实际上这个有为法也可以分五种 就是椅子里面也这样包括 所以从字面上我们解释的话 实际上所有因缘所聚合的一切有为法 一切无常的这些法 我们可以分为色等乌云这样分的 这是乌云的概念这样讲 然后下面这些乌云也就是说 有为法有没有在佛经上面其他的名称 有没有其他的名称呢 还是有其他的名称 下面讲 彼等也称十年纪 一纪处理与有纪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佛经浩如眼海 它里面包含着很多不同的法相和一些名词概念等等 这些 那么这样上面的有为法在不同的佛经当中 有没有其他的名称呢 这样问的时候我们说是有的 有那些彼等也称十是世间 这个有为法有时候说是在佛经里面称为世间 但是我们现在都好像人们平常用语当中 这个有为法称为世间的用法比较少的 然后这个有为法也称之为言极 就是语言的根本 言义也可以说 言极也可以说 语言的根本 因为依靠这些有为法 有为法就是作为我们语言经常交流的对境 珠子 瓶子 经常是这样的 无为法虽然它是语言的对境 但是一般人们用在论典里面 平时我们抉择名 非抉择名这些都是一般 可能世间上的人们懂也不懂 经常都是不会用这个 所以它不是语言的根基 然后这个处理 处理的话 他这里说是依靠这些有为法 从轮回当中获得处理 获得解脱 因此这个有为法也可以称之为处理 还有就是有极 有极的话 有为法实际上它是因缘所构成的一种法要 因此有极它有极是在这里因的意思 它有因的 这样的意思 第二 光说有为法 下面五为法已经讲完了 现在第二 光说有为法 就是中意和论意 其中第一个是中意 它这里中意不是真正颂词里面的 只是在中间旁书的一种中意 这个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是八品智力 这个因为我们《巨石论》大家都知道 前面也讲了内容是无耻 然后所宣说的文字用八品来宣说的 那么这八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框架 什么样的结构呢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有路无路一切法是略所 如果光说再有八品 前面有路无路法整个我们《巨石论》的内容 全部包括在有路法和无路法当中 那么既然从我们略所的时候 这个有路法和无路法 到底我们如果光说的话说是有八品 到底这个八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以前曼征论师 就是印度曼征论师 他把在八品的这种案例 在八品的这种道理 就像加尔罗特罗伯在这里分的那样 我们这一点大家也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下面我们《巨石论》学了很长时间 到底《巨石论》的八品当中讲的什么 品的名字也是说不出来 大概每一品里面所讲的内容也是说不出来 那真是特别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先应该知道 这八品里面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如果略所的话 全部包括在有路法和无路法当中 如果光说当然也有八品 那么这八品是什么样的内容讲的呢 他说前两品 前两品众说有路法和无路法 前面的第一品和第二品 第一品是分别戒 他这里分别也有观察也有分析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戒品吧 咱们当中一般他有时候是观察 我们原来《萨迦格言》里面 这个观察也有时候讲了 还有些里面说是分别有时候抉择 但是这个有不同的名称都可以解释 意思就是说第一品当中分别戒品 第二品当中分别根品就是讲那个根 前面第一品里面讲的戒 那么实际上当然我们这个什么叫戒 什么叫根啊这些都是不用宣说 意思呢他这里说是 中的已经宣说了有路法和无路法 因为戒和根当中都有有路法和无路法 他前世的内容比较广的 所以前两品当中讲的有路法和无路法的中所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中间三品分别说有路法 刚才是第一品 二品嘛 然后三品 四品 五品 这三品当中他就专门讲了有路法 那么这有路法是怎么样案例的呢 此三品按照何处染物 以及如何染物的此地分别宣说了什么呢 第一品分别世间品 第四品分别业品 然后第五品分别水面品 这三品 这三品是第一品 刚才第三品吧 第三品不是世间品 世间品就是何者染物 它是谁者染物 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尤其是有情世间受到什么样的染物 刚才不是讲有路法吗 有路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什么何者染物讲这个 然后第四品里面专门讲业 讲业的时候在何处染物主要讲这个道理 然后第五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染物 所以这三品专门讲有路品 有路法有三品 这些还是比较关键的 大家还是应该记住 我以前在有些地方遇到过一些道友 他们说 我们是巨舍班 我们巨舍学了一年 学了一年 我就顺便问一问 那巨舍中共分八品 中共分八品千两品宣说了什么 千两品反正根和戒 根和戒里面主要是讲的什么也打不出来 然后中间三品讲的什么他也打不出来 最后三品讲的什么这些也打不出来 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 因此中间的三品我们说这是主要讲有路法 刚才根据满增论师的观点 就这样来解释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论师的话 整个巨舍论它所缘和道和果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所缘它也是好像分 经所所缘和如所所缘 经所所缘里面分别戒和分别根这样讲的 然后如所所缘里面枯极 也就是说是中间的三品 这个中间的如所所缘当中讲的 后面的第六品里面讲道 然后第七品里面讲果 第八品当中讲果的一种智慧的差别 有些论师整个巨舍论的所有内容 所缘和道和果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缘的极道果吧 以前《相关专业论》也基本上是 以所知 加行和最后的果 从三个问题上面讲的 《相关专业论》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俱舍论》我们可以用极道果 三个方面来讲 极里面讲极的第一品到五品 五品之间可以讲极道的话 主要是讲第六品七品讲果 最后八品作为果的一种差别 这样宣说也可以 有些论师这样宣说的 然后刚才我们说回来到现在 刚才已经《顺面品》那里了 然后后三品分别说明了五露法 刚才整个全文有如五露法吧 后三品分别宣讲五露法 其中第六品分别道业 菩提加勒品 第七品分别智品 《俱附经》当中也这样讲 诸烦恼由智慧摧毁 第八品分别定品讲禅定 从智慧能以所与的角度宣说禅定 它也是智慧的一种部分 如今中云 行如定即时 如是了知正义 用这种方式来可以讲 然后下面整个八品概括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 大家应该明白 下面讲他们品一品之间的观念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依靠浅浅可以安立厚厚 他这个每一品当中有一些文字 几个字 几个字的时候 他说 比如说根里面 我们先讲结吧 宣讲结的时候 最后有提到一些有关根的问题 然后这里面所提到的根是什么呢 下面说 所谓的根是什么什么 然后就根 讲根的时候 中间有提及到一些事件的概念 这里面所提到的事件是什么呢 马上宣说第三品这个业品 不是第三品 应该是事件品 然后第三品有关一些业的概念提起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要宣讲第四品 然后他前前依靠这样的一种联系 在宣讲后面的这一品 第二个问题就是八品的联系 为了要采明对法有录无录的内容 而说第一品 有录无录的整个内容都说第一品 为了要详细说明第一品中 只提及到名的根与有为法的产生之力 而说第二品 就是宣讲了第二品 然后为了光说第二品提及到的三戒 而宣说了第三品 为了折破三戒之因 不是有大自在等天生 而说明三戒是由业所生的 这个宣讲了第四品 为了说明业的等级是 随面烦恼而宣说的第五品 这个比较好懂吧 他前前因为刚才那个弟说所谓的事件 所谓的事件讲的时候 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我们要知道 那么这个事件并不是说外道所说的那样 大自在和其他的天生成为业 然后应该是业 业讲的时候后面的这样的业 是无情法还是有情法呢 他这里先说这样的业应该是随面烦恼 随面烦恼的话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遣除呢 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菩提戒脑的修行人 就是依靠道 修道才能断除的 那么断除了这样的随面烦恼以后 最后有什么样呢 最后就讲到第七品的智慧 然后第七品的智慧 它有什么样共同不共同的特点呢 讲到第八品的禅定品 为了习说禅所佛陀与不共 共不共共同共同的而说第八品 这个是他们之间观念的问题 因此这些问题我想是整个 对居士论的整个第八品的大概有一个认识 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是讲哪一品自己心中有所 如果这些道理我们不明白的话 到底好像一个人在云雾当中迷路一样的 不知道每天都是即将有为法不为法 全部好像相同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你下面解释耕和戒的时候 都好像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整个内容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城市里面好像全部是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详细知道的话 这个戒与戒之间都是肯定不同的 大城市里面还是画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话 认为全部都是高楼大厦好像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戒都是没有什么差别 有这种感觉 因此整个划分的方式和划分的界限我们应该明白 第三个问题讲歌评所说之类种 歌评所说的内容通过此论的名义而了 所以他这里比如说戒品的话 他里面主要这样宣讲戒 然后戒耕品的话主要讲的是耕 那么业品主要讲各种业内 所以说他这里歌评的名字应该通达他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不用宣讲 下面第二个问题讲真正的论语 论语分八评 其中第一评分别戒品 分三个方面 有为法和别名还广说云解除 下面第一个讲有为法 有为法是这样 刚才颂词里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介绍 所有一切有为法也分色等之无云 前文中所说的 遣除到底以外有为法中的有为法到底是什么样呢 前面不是讲到底以外的有为法 它全部都是有种联系 这样的话 那么这里面说的是有为法到底是什么呢 诸多因缘聚合而成的一切法 凡是因缘聚合而成的法 这个叫做有为法 比如说像虚空 非觉者灭和觉者灭 它不是因缘所成的 因此称为是无为法 它这里为也所作 我们这个汉文当中 它有所作的这种法就是这个意思 有为的话 有它这里有一种集聚的意思 为造的意思 那么集聚而造的法 它的本意可以这样讲 因缘聚合而成的所造 他们有些说是造作法 造作法也是一种用法 如前所说 它包括有罗法以及到底 所谓的意识意思是 不仅是无为法有分类 就是前面讲的三种分类 有为法也同样的分类 有为法如果分类的话 那么有五种 也就是说它色以及灯子所包括的 前面这个色颂词里面很明显地说了色子 然后灯子所包括的 书 相 行 诗 乌云 这个乌云下面也是讲的比较广 我们这里也不用很广讲吧 乌云 因此我们以前佛教里面经常比如说像清净 很多书里面说是乌云 乌云 但是真正乌云之间的差别和法相 可能没有学居士的话 是大家都不会明白的 因此学居士 有些人都是这样认为 这个学居士是小乘的 这就是显宗的一种法 我们是不用学这些 这种说法也是世间上 不管是藏传佛教 还是汉传佛教当中是有的 但是我想是你如果对佛教的经论 一点都不闻思不需要闻思的话 就不用说了 如果需要一点闻思的话 如果居士的这些法相没有通道的话 可能很多佛法的分类和佛法的界限分不清楚的 因此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发心好好地研究 我希望你们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很多闻思不究竟的人开头的时候特别精进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这个法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的 其实真正学起来的时候不是那么重要 比如说有些人学前行的时候 你没有讲前行的时候觉得很重要 然后一讲前行的时候 其实这个法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些人业力非常深重 因为他遇到一个法的时候觉得这个不相应 这个对我没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是这样的 当然这些人不管遇到什么样 比如说你遇到大圆满上师心底 这个上师心底不是那么很殊胜的 遇到中观的时候 其实中观也是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的 所以对他来说相应的一个法也是没有的 但真正有些观文博学或者对佛法相应的人来讲 不管是学什么法对他来说还是对这个法自始至终 也可以说从头到尾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这种信心不是今天明天一两天的事情 还是非常稳重的 因此自己还是要观察自己 自己现在我们这里背诵的 还有很多人开头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信心还不错的 但是有些懈怠的人 本来以前的一些稀奇比较薄弱的这些人 中间都是肯定会退转的 他们依靠各种各样相似的理由 比如说我们学戒律的时候 开头的时候觉得很重要 到了中间的时候 所谓的戒律也是吃吃喝喝的东西而已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学中观的时候也 所谓的中观就是要讲什么空性无神法 他空什么子空或者是什么自生他生等等 这些都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那个时候他就转向其他的一种法门 比如说我们正在学中观的时候 这个前行还是很殊胜的好好地观想就得了 真的让他要观想的时候不行 还是要研究研究 所以有些人反倒非常深重的这些人 正在上师传授一个法的时候 自己马上有魔障已经来了 魔障来的时候 这个魔障不让你的心与这个法相应 一方面可能外面的外魔在打扰 一方面自己前世的一些习气薄弱 因此我希望不管是学什么法 应该学这个法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有信心 比如说现在我们上师也讲二规教言论 二规教言论前面还是讲得比较广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得特别广 以前在舞台上也讲过 然后我们在学院里面也讲过 讲的时候特别广 但是现在前天看得好像特别略一样 我都有点不满足 今天算还是比较广 但是可能两三天 据说四天当中讲完 因此上师讲的时候不是很广的 但是我想这次给大家也发了讲义 然后也许你们有信心的人可能看了 但是我看你们有些人的表情的话 好像我那天问了 引路什么欢喜迷蒙的话 很多人的书名都不知道 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讲 尼拉出家的事情 还有一些文学剧讲的一些道理 这些方面根本不堪 不堪耶稣我还是理解你们的 因为我说得太多了 因为有些老太太说得太多的话 没有人听这一点我还是理解的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人这些都没有看 但没有看的话 我自己觉得也无所谓的 你们没有看也是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失望 但是一方面希望你们还是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法本太多了 因此很多人都可能生起厌烦心 因此上师如意宝现在正在讲的一个 二规讲的论都是我自己希望还是 这次几天当中应该把这个讲义吧 以前这个讲义和这次的讲义全部结合起来造的 那天也是辛辛苦苦的 我想上师如意宝讲之前必须要弄上 然后不管是因素很多方面花了很大的信息 但是有个别的人也许确实有些人还是比较忙 现在我们这个背诵有些人什么事情方面都比较忙 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也不肯做 买一袋青菜他很有信心的 来了一个新的博彩或者是罗汉彩等等 来的时候特别特别高兴 今天来了一个新的菜 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 到底一斤多少钱呢 大家都可能特别激动 然后来一个新的法本的时候 哎 算了 人在那边吧 所以无所谓的感觉 这也是我是理解你们 但是希望还是有些上面的闻思 你在闻思一本法本的时候 有些人往往出现一个魔藏 觉得这个法不是很殊胜的 我应该是求 让他好好地学音笔的时候 哎 学音笔的时候 哎 就不希望我还是好好地念咒语吧 然后让他念咒语的时候 就看看其他的书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嘎巴牛 嘎巴牛的话 往上摇的时候 就是往下去 然后把他牵到往下去的时候 所以往上去 所以有时候让他需要下去的话 让他往上摇的话 他往下去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肯定不好的 因此不管是什么修行人 应该还是上师如意宝现在也是很难得忌讳 讲这些法的时候也应该自己也是通到气 我想是二规教言论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长时间 大家都可能比较明白 上师也讲了军规教言论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两年当中已经学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下面就是讲 大多数凡夫人心是知为我 然后执著内微色法与我有关性 这是色运 受知为我所感受运吧 我的所感受 我的这个感受 就是这样的 然后想即使是按理名言方面的执著 心即使执著心善心恶等等做一些事情方面的 这个无语下面都还是广说 我们在这里不用广说吧 下面第二个问题便命分为二 一个是有为法的便命 还有有路法的便命分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有为法的便命 刚才也讲了 彼等也称誓言戒 一戒处理欲竟 如果想传讲俱舍论 就必须要通达经中所说的意义 所以我们俱舍论一方面是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各种佛法方面的名词也通达 另一方面如果俱舍精通的话 在佛经里面所讲到的很多道理会精通的 经中这样说的 世间 遗言 言译 处理 游记等等 佛经里面有这些名词 那么这些名词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有为法的名词 这些名词指的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有为法的便命 下面阐述有为法 叫做这些名词的理由 首先有为法是为世间有利的 它们有为法称为世间的 那么为什么叫有为法呢 就是世间呢 好像世间就是世间 有为法就是有为法 不应该互相称呼吧 下面讲义里面说这个是有理由的 因为以前的有为法已经过去 现在的有为法正在流失 未来的这些有为法已经将要流失 所以世间也可以称之有为法 但是我们平时我刚才讲的一样 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 这里有为有为法 比如说柱子是有为法 这个是英明也是这样 经常这样讲的 但是我们人们经常称呼的 这里一个世间 世间这样都可能比较少 但是有时候论典里面的语言和 我们口语有比较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口语当中没有这种传统 没有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在佛经和论典里面没有的 因此比如说我们口语里面 我看到天空 看见天空 这样讲 但是论典里面这些道理是不承认的 所以论典与口语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 因此刚才世间称为有为法 这是论典和经典里面的一种说法 我们口语当中这种可能比较少的 几乎没有的 所以叫做演绎的理由 那么刚才有为法叫演绎的 演绎的理由有什么呢 演绎是但这里演绎和演绎 从此和演绎上面有一点不同的 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语言是游记的声音 语言它实际上是游记的一种声音 它的基础是名称 语言的基础当然是名称 由于依靠具有意义的名称来宣说 因而语言是直接内容是名称 语言的直接内容和单指内容有两种 比如说它直接内容实际上是名称 比如说我口里面说柱子 说柱子的话语言的直接内容实际上是柱子的名称 我的口里面不可能柱子真正来了 但是它的单柱内容我心里面像是 我正在叫柱子这个是我的一种执着 所以单柱的内容是一切的有为法 单柱的内容是一切的有为法 然后直接的内容只不过是名称而已 这个《量力宝藏论》的好像是第五评吧 第五评论所和所说当中讲得比较清楚 我们人们经常认为是 比如说我喊一个人 我们自己认为我正在叫这个人 其实叫这个人根本没有叫他 只叫他的名称 所以这个直接的内容就是他的名称 然后见解或者他执着的所权 就称之为是这个人的真正的内容 这样说的 那么为什么叫做处理呢 刚才有为法为什么叫处理呢 因为无意要脱离所理的痛苦之处 有处痛苦是有为法 那么我们要远离这样轮回的苦疾痛苦 那么所超理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有为法 超理有苦就是达到了有为法的边际 有为法就是舍弃然后到边际 由此称为是处理 那么到底如何称得上是处理呢 也可以叫处理为什么呢 获得乌云涅槃的时候必须要舍弃 他们经常比喻船只 过河以后船只可以舍弃 所以我们到了涅槃的时候 所谓的道地也可以舍弃的 因此他也是算是一种处理 所舍弃的一种道地 有为法又称为有极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具有因的缘故 因是极的别名 因此有为法也可以叫做有极 也可以说这些都是有为法的一些不同的名称 我们在佛经里面说有为法有不同的名称 只是了解一下 在这里面有这个内容 好 今天举手论前 做即将文字与大家 昨天讲讲 right 两天讲 他们还没有 例如 bothered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